2022年有什么好皮卡要出 值得大家期待的 现在国外的皮卡出了很多新款 大家都关注到了 国内也在不停地出皮卡 尤其是长城 每个月都能出一个新车 我跟大家说2022年也就是明年 最值得期待的 首先咱们先说进口车 进口车明年猛禽 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吧 猛禽就是不是150 是猛禽 猛禽的话 平行进口可能要比 正规的4sdl进口还要慢一点 4sdl进口的猛禽 明年会通过官方的app来销售 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抑制加价这个事 猛禽现在最近几天的价格 在天津港已经涨到103万一台了 我估计明年 如果通过官方正式引进 然后通过app来进行渠道销售的话 猛禽有可能大幅度的 把价格给拉回来 第二点再跟大家说一下f150 f150明年要是快的话 还是平行进口的快 因为平行进口的已经大量到港了 已经在做国六了 现在是从国六A再做成国六B 应该很快了 我预计f150新款的f150的话 几个配置啊 就是xlt版和白金版 这两个版本的话 12月底或者最晚到明年的1月2月 就已经可以在平行港 就是天津港去提车了 公洋会慢一点 尤其那个公洋的TRX 那个国六做起来会很麻烦 之前进了一台 那个是一个噱头 现在公洋提车会晚一点 坦途那个新款呢会更慢 因为现在都还没进车来国内做实验 那个要更慢 大概要到甚至到明年的年底 公洋坦途这些都会很慢 快的话就是这月底和明年的年初 能拿到新款的f150记者啊是平行进口的一点 这是进口的行情 国产呢 明年年初马上就要上长城炮 那个十一二万的金刚炮 那个绝对值得期待一下 还有一个值得期待的车型 就是江淮的T8国际版 这个车又便宜又实惠 听说马上也要开始线上销售了 马上要上汽油发动机的 要上福特那个2.0T的汽油发动机的 江西50的DMAX 终于这个柴油世家补上了汽油的这个空缺 而且是好的汽油发动机 零拓会上 然后那个DMAX也会上这个汽油机 还有一个就是江淮马上要国产的 那个福特的Ranger 如果明年能上的话 是绝对值得期待的一个好皮卡